面對群眾還想拿紙本遮臉 他是緬甸華僑李國輝 五年前在新北市中和公寓犯下縱火案件 釀成九死五傷 從一省到更二省四度被判死刑 但三省卻逆轉判無期徒刑 法官認為他縱火的目標是誠信有人 最後卻沒得逞 而其他無辜被燒死 燒傷的人則成了間接殺人故意所導致 不算是情結罪動大的罪 改判無期徒刑 恥多公權終身 多走九條人命確能逃過死刑 引發法界討論 但其實類似判決 過去早有潛力 新北市這名男子湯景華 八年前縱火收騎樓機車 害死和他有官司糾紛的一家六口 一省到更二省四度一殺人罪判死 去年七月最高法院同樣認為是間接殺人故意 因此撤銷死刑 而曾經幫被害人打官司的律師也難以接受 律師指出連續兩個案例都是相同的判決結果 是否代表心情不好都能縱火 反正都算是間接故意 未來恐怕會成為縱火犯的推託之詞 TVBS新聞綜合報導